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 请看第三觉知 第三觉知 兴无焰足 唯得多求 胜长最悟 菩萨不耳 常念知足 安平守道 唯会时业 经文很明显 前面三句 是凡夫 后面这个四句 是菩萨 很鲜明的对照 凡夫之人 兴无焰足 唯得多求 这是说明 六道凡夫 特别是我们 现前这个社会 为什么会造成贪嗔痴慢 几乎大到保护点的现象 如果我们冷静地观察思维 就会发现 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 中国 我也可以说 包括东方 自古以来 无不重视 圣贤的教会 圣贤的教会 无论是 儒家也好 道家也好 乃至于 在日本 韩国 越南 这个可以说 都是 一个大的文化体系 自古以来 都是教导 伦常道德 仁义 这些观念 对于 物质的愿望 总是 不过分的 求求 而重视 精神上的 享受 所以 我们看看 古人的 许许多多的文字 诗词过付 我们今天 读起来 还能够感受得到 他们那个生活 只自在 暗落 所以知足 常落 能体会得到 那么现在人 一生 拼命追求 欲望 欲望 没有致敬 换句话说 终生 生活在 痛苦当中 终生 生活在 身心 紧张之中 这一生 得不到 丝毫 人生 得不到 人生的落 我们实实在在 想不通 他是为什么 活着的 这一生 活着时间 是为赚钱 活着的吗 是为 贪求 五余六成 活着的吗 那么这还不算 那再看看 佛华 对比一下 我们 很自然的 发现 他在一生当中 造许许多多的 罪业 这些罪业 必定敢 散途 苦报 所以 这几十年来 得何苦来呢 是我们 观察之后 确实感慨 完全 回过头来 想想我们自己 这一生当中 非常幸运 遇到 正法 也非常幸运 遇到 善之时 为我们 讲解 诱导我们 修行 我们这一生 才不至于堕落 至少 我们将 犯过失 造罪业 减少到 最低的程度 我们还要努力尽尽 希望 往后 这个 万年 虽然时日不多 总希望 能够做到 心地 纯净 行为 纯善 能够有一天 做到了 那都是 非常值得 庆幸 能够在一生当中 有一个星期 可以做到 有一个月 可以做到 有一年 可以做到 我深深相信 我们 了生死 出轮回 求生 净土 决定 有保障 决定 有把握 这样 我们这一生 没有表过 佛菩萨 祖师大德 给我们 实现 那就是我们的 榜样 是什么榜样 是处理 六道轮回的榜样 是处理 生死烦恼的榜样 我们应当 觉知 应当 学习 效法 决定不能够 增长 罪恶 学佛 如果增长 罪恶 这个事情 非常严重 因为 他的形象 是佛弟子 他不是普通凡夫 普通凡夫 造作的罪业 他应当 要受果报 这是决定 不能避免的 如果身是佛弟子 也就是说 打着佛法的招牌 自己表现 是佛的形象 也在增长 罪业 那就是破坏 佛的形象 破坏 正法的形象 这个罪 要加重 到底加多重呢 那这个很难讲 看他 看他影响 面 有多大 时间 有多久 如果他影响的面 很广 影响的时间 很久 那个麻烦 就大了 那罪是非常非常之重 诸位都知道 在家出家同修 都晓得 破侯和森 这无逆罪 都要被地狱 无逆罪 杀父亲 杀母亲 杀俄罗汉 这都不容易 一般犯这个罪的人不多 出福神学 就是卧翼 毁灭佛菩萨的形象 这是算出福神学 也不妥 最容易犯的 破侯和森 就是破坏生团 这个是无逆罪之一 最容易犯的 但是我们现在想一想 那个破坏佛的形象 岂不是比破侯和森 还要严重 你破活活生 你是毁坏一个寺庙 你毁坏佛的形象 让社会大众 对佛教生起反感 生起厌恶 诸位想想 这个罪过 是不是应该 逼迫和和森 还要严重 学佛 是求智慧 有智慧的人 见到一桩四星 儒家常讲的 举一语 二语三语反 佛法里面也常讲 文艺知识 一万千物 我们明白一个道理 就能贯通许许多多的思理 所以 真正学佛 我是常常在劝导 佛的形象 重要 我明了 我常常劝大家 但是很少人能听得进去 很少人能够照做 所以不能够替佛 在社会上树立一个好榜样 令人尽重 早年韩广长往生 我们不得已离开台北图书馆 我没办法 不能不离开 我劝导图书馆的大众 你们最低限度 要在图书馆住满三年 那个三年 馆长往生之后三年 你们看情形 如果必须离开的 你们可以离开 至少要住满三年 我们才对得起 馆长对我们往昔 互持之恩 人不能够倔情倔义 那就不是人 比畜生还不如 同样道理 我离开新加坡 我一再劝勉 同学们 你们住在新加坡 进宗学会的人 或者是有一些 住在居士林的人 也至少要在那里 住满三年 这些人不听话了 我离开之后 他们通不走了 我心里非常难过 我离开时不得已 哪有这种做法的呢 到了澳洲 澳洲原本有个进宗学会 在布里斯文 我们往年常常到澳洲 去弘法 都是这个学会也在接待 那么学会当然 过去我也帮助他很多 我们也有几位物自卑的同学 住在进宗学会 我在图文吧建这个学院 进宗学院建立之后 我就告诉住在学会的这些同学 你们不必上山 你们应当要在那边多多帮助他们 他们哪一天不高兴呢 叫你走了 你再上山来 但是也没有人听 只有一个悟生法师 住在那边 他是越南人 他不懂普通话 也不懂英语 所以住在山上 跟大家不太方便 这是依旧还住在学会里头 是不听话了 他不知道我的用意 我们念念当中 都是希望替佛法树立一个好形象 学佛的人 有情 有义 有恩 有德 你才让社会大众尊重 社会大众尊重你 就是尊重佛法 就是尊重诸佛菩萨 各位想想 这个功德不大 如果我们所表现的让别人毁谤 轻慢 瞧不起我 思想 瞧不起佛菩萨 瞧不起佛法 这个给社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我们自己就有过失了 就震掌罪恶了 所以这个三句看起来好像很平常 你仔细去观察 这里头有大学问 有很深广的意义 我们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是福是祸 佛在此地 都提醒了我们 我们要细心去观察 每天要思维 从前李老师常常教导学生 佛弟子 要记住 我们天天要在佛的面上贴经 这就是我们的行为 依教奉行 佛有光彩 我们就有福有慧了 佛会双修 千万不能在佛联上涂大粪 那个造罪业 违背佛的教诲 造成负面的影响 那个罪业 多阿比地狱 不能不知道花 再看后面这一段 菩萨不耳 常念知足 安平守道 这就是佛教 违会实意 这是佛教导我们 我们应该要觉知 应该要晓得 知足常落 人只要知足 人只要知足 他就没有希求 古人常说 人道无求 知足负负负责高 觉悟的人 修行人 在这个世间 肯定是愚人无增 愚事无求 他才能够安平守道 才真正能做到 不但对世间法不谈求 就是连出世间法也不例外 《般若经》上讲得好 法上因此活宽非法 那个法是佛法了 佛法都要放下了 都不应当谈求 何况是世间法 这说尽了 这个道理很深 我们要认真去学习 去研究 为什么连佛法都不能谈求 这个道理 《大臣经》上讲得很好 佛法是原生的 因缘生法了 凡是因缘生法都不是真实的 所以佛法也不例外 那什么是真实的呢 只有自信是真实的 自信里面也罚不例了 不但没有世间法了 佛法也没有 自信里头悉仇合法 自信里头列业迂法 就坏了 佛在大副 丁首愣眼经上 thick 世间列之是无名本 只是向世尊请教的 自信里本来没有无名 为什么会有无名 无名到底从哪里来 佛说了知见劣知是无名本 一句话说破了 无名从哪起来 就是你希望要建立 麻烦就来了 六族大事告明 本来无一无 何处也成爱 这一发不立了 那就是明心见心 你还要列一发 你错了 那就是无名的根 那就是不知足 知足的人 心里头一念不深 无论在什么境界 现缘也好 物缘也好 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在极乐世界也好 在阿比地狱也好 绝对不会齐心动念 不会有妄想分别之辙 那就是知足 有一面好物的心 天堂我喜欢 地狱我讨厌 好 有一面好物 那就是无名 那就是见劣 那就是不知足 那就错了 所以经上说的是很简单 等于说文章 句子都是题目 每一个题目都可以做成大文章 每一句话了 要写成书都是大著作 这个是我们不能不懂 不能不清楚 不能不明了 不能不认真学习的 常念知足 这句话意思的 无限的声光 可以说 事出世间 一切圣行 他们自己都做到了 做出来给我们看 他们教导我们 也是这样 像佛一样 在中国 我们看到孔子 老子 孟子 庄子 在佛门里面 我们看到佛菩萨 看到历代的祖师大德 在西方宗教里面 我们看到摩西 看到耶稣 在古兰经里面 我们看到摩西方宗教里面 我们在经兰经里面 看到的很多 特别在佛华 菩萨要成佛 先要去做 就是做后补佛 每一种菩萨成佛了 一定先做后补佛 叫补处菩萨 后补佛住在哪里呢 我们住在斗帅天 斗帅是凡语 意思就是知足 你们想想看 这是什么意思 菩萨真正做到圆满的知足 他就成佛了 虽然在修知足 但是没有修到圆满 所以他还是菩萨 知足修圆满了 就云成佛道了 那么现在 弥勒菩萨在斗帅天 修什么功夫呢 修知足的功夫 等到他修圆满了 他就到这个世界来 实现成佛了 释迦牟尼佛 在弥勒下神经里面 告诉我们 他什么时候来实现成佛呢 要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 我们听起来 这个时间很长啊 但是在斗帅天呢 就不长了 斗帅天跟我们这个地方有时差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斗帅天的一天 是人间四百年 一天呢 人间四百年了 那个地方也是 三百六十五天是一年 他们的寿命 一般的寿命 四千岁啊 这样算一算呢 到斗帅天 他的寿命到了 他就到人间来 实现成佛了 这个时间 用我们这个地球上 时间来算呢 就是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释迦牟尼佛的法运 只有一万年千年啊 现在是末法时期啊 末法一万年呢 现在已经过了一千年了 还有九千年 所以许多宗教讲世界末日 我们佛教没有末日 但是佛教说 有很大的劫难 这个劫难是什么呢 大山灾小山灾啊 那我想到这个劫难呢 应当是小山灾 小山灾 刀兵截 瘟疑 寂寞 早年 我学经教 听老师讲 小山灾 看古大德的著书 里面讲小山灾 我都没有办法理解 真的想不通啊 你看看 我们这个世界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小山灾这个刀兵戒里头啊 都不算是刀兵戒 那小山灾 刀兵戒 多长的时间呢 经历给我们讲 七天七夜 我就不懂了 借着呢 刀兵戒之后啊 有七个月 七天 瘟疫 瘟疫过去之后啊 有七年七个月七天的经历 是这经上讲的 我们没法理解啊 我第一次到日本 跟这个 到安法斯来的 那一年 是左藤荣作首相过世 我还到他家里面去 记调 他的儿子 左藤兴二 接待我 那么有这么一个机会 我到长崎 广岛去访问 这一看 原子弹爆炸之后的状况 我豁然 就明白了 佛经上讲的小山灾 是和子战灾 广岛那当地人告诉我 我们去参观这个博物馆 看到这些照片 告诉我 他说 核子弹爆炸之后 这个瘟疫就是摄腹城 虽然当时没有死 被这个摄腹城照顾之后 寿命大概就是半年的样子 佛经上讲七个月七天 那么接着呢 这个地方草木不生 我去的时候 大概是第九年吧 地上刚刚长草 他告诉我 今年地上才有草 才有小树 七八年地上草木不生 那当然就寂寞了 所以我这才明了 世尊所讲的第三次和子大战 叫小山灾 其他宗教里面的经典 所讲的叫世界末日 在佛法称为小山灾 那我们看看 现在小山灾非常可能发生了 所以这是真正令人感到不安 可是真正学佛的人呢 那常念知足啊 这个恐惧没有了 为什么呢 核子弹爆炸 我们不在乎 我们乘这个机会 就往生极乐世界去了 有好地方去啊 对于这个世界呢 绝对没有丝毫留念 但是不修佛的人 不修净土的人 那个苦难就严重了 他们必定怀着与怨恨 而这种人与人之间 人与一切动物之间 人与一切鬼神之间 那个渊源相报 何时了 所以想到这个地方呢 这个灾难太可怕了 太恐怖了 不是一生是一世 是生生世世 这是我们不能够不觉知的 所以常念知足啊 这个修行的这个行门 比什么都重要 现代社会 从去年 美国纽约发生911事件之后 全世界都感到冲突的严重 所以有不少学校 一些专家学者 在研究怎样消除冲突 促进和平 澳洲昆斯兰大学 把这个课程 列为最重要的 我们今天读这一段经文 这经文就把原因说出来了 冲突的原因在哪里呢 心无焰足 为得多求啊 一切众生身心内外冲突 佛师一语道破啊 那要怎样化解冲突呢 佛在此地教导我们 常念知足 安平守道啊 我们内外冲突都化解了 世界的安定和平繁荣兴旺不难落实 如果这个冲突不能化解 我们看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个战争科学家告诉我们 是这个地球上叫末日战争 我听人家告诉我 说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第四次世界大战 那个武器是木棒跟石头 你们就想想这什么意思 人类所有业绩的文明 在这次大战当中全部毁灭 所以要从木棒石头从头来起来 你说这个现象多么可怕 所以这个事件确实有不少致死人人 非常担心 昨天中午 从东京来了一位年轻的学者 他也是从事于和平工作的 也做了不少年了 这个学者是一位大学教授 是昆斯兰大学 一个老教授 给我介绍认识的 他在日本做着工作 昨天我们也谈了很久 究竟用什么方法 才能够有效的阻止冲突 出境和平 经文好 所以 英国唐恩比波斯说 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 唯有孔孔学说 与大臣佛法 这个是真实智慧 有学问 有眼光 有见地 我们在佛经里头 无论是哪一部经论 确确实实 你真正要理解教义 要能够奉行 能够推广 确实能帮助苦难的世间中生 能帮助他们化解冲突 带来和平幸福 常年知足 安平守道 为会议事业 所以菩萨所求的 戒定会议三叙 世间众生所求的是贪嗔吃满 菩萨跟他恰恰相反 菩萨是放弃贪嗔吃满 一心一意在追求 戒定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